肺癌患者吃什么可以提高免疫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天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肺癌患者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就建议的这种肺癌患者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正常地加强营养增强体质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适当地补充 这种咱们营养元素这种就可以 没有说专门吃哪一种食物 就能让它有助于肺癌控制 包括增加它的状态 肺癌的病人其实最主要是应该 争取早一点点戒烟 然后预防这种室内污染 比如说油烟空气污染的 这些是对它来说更有利 以增加体质来说 就跟咱们平时一样增加营养状况 比如说适当的蔬菜水果 然后牛奶正常的饮食就可以 没有说专门吃哪种 就可以增加它肺癌的抵抗力 就跟平时差不多 经济的食物来说 目前床上没有特殊的制导 但是活动上 比如说这个病人有 骨头的转移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胸腔的胸膜转移 这时候我们可能 他的活动就适当地 就要注意 不要进行一些剧烈活动 以免影响他的肺功能 或者引起 他病理性的骨折 等等这些情况 其他的倒没有什么特殊 一般肺癌的病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 一整天躺在床上 但适度的活动都是可以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